祖师大德教我们练佛 分别执着才起来 立刻一举阿弥陀佛 把他扶住 初步功夫 更近一步功夫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把它化解了 这是第二步功夫 更深一步功夫 一句阿弥陀佛圆融了 同样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仍功夫不相等 这个法子好了 善才参法 第一位善知识 就使用这个方法 佛法里排列顺序 是有意义的 不是随便排列 我无事三餐 第一位善友 是念佛方法 最后一位善友 普贤佛 十大愿望到归结果 你们看什么意思 彻时彻终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不但要念佛 最后必须要求生 西方净土 一句阿弥陀佛法门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从来没有感患过 我对于念佛法门相信 是从这一条道理 是对华严谨的起始 文书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的 五贤菩萨也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的 上岸才是他的学生的 哪里有例外呢 所以上岸才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的 五十三位上之时代表无量无边的法门 上岸才同志去参访 他可以去看看 参观参观 可以去听听 看了听了 自己绝对不动摇 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还是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绝对没有受他们所讲的动摇 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 这个叫参设 他五十三场成就自己 成就生 成就自己坚固的信心 他没有动摇 他还是一句弥陀念到底 没有拐弯 没有受外面影响 反而这个信心越来越坚定 我们要求善才 善才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 当中经历无量法门 五十三场代表无量 不为所动 对念佛求生极度 正掌信心 坚固了愿心 才知道善才童子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从来没有改变过 真的符合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发菩提心 一向断理 到最后 一位善知识 普贤菩萨 射大愿望 到位极乐 那是第四语 佛道无上誓愿成 才晓得 佛道无上誓愿成 是这么个惩罚 西方极乐世界成 对于灭佛法门 才死心塌地 我们要是真正 体会这个意思了 不但一切金 把它诉诸高估 就如廉强大师 自己所说的 三藏十二步 让给别人误 八万四千行 饶于别人行 他老人家 只有这一步进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这一个心门 他心定了 一切法门 他从此以后 再也不闻不问 就是一句弥陀念到 这样才能成功啊 法门归专一 唯有专一 才能够成就 要以念佛求生 净土为主 修道行善 松紧持戒 这都是负 都是不做的 有缘可以做 没有缘不许做 我这一句梅头念到底 正做双修 这连迟大师说的 古人提倡 正做双修 我以念佛为正修 还以念佛为作修 正做全是念佛 说得好啊 欧耶大师说的 真正相信 真肯往生 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 为什么呢 我们将菩提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究 慈悲 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 都在西方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一切都圆满了 一切都成就了 不必再搞这些了 天天念佛 佛念得很熟 临终的一句 阿弥陀佛献琴 就是决定往生 第十八月 临终身炼意念 决定往生 所以平常工作 太要紧 太要紧 一定要把心定下来 既然 倦择这个法门了 决定选择这个法门了 我一生决定不肯 我就一举弥陀念到底 我天天想阿弥陀佛 想弥陀本愿功德 想西方极乐世界 一阵专业 想久了 印象深刻了 临终一念 还是想着 那就成功了 往生的道理 就在实际上 我更多的 还能不能让我发现 我更多的 你也得复杂了